各位网友,大家好,现在是美中时间,2021年9月8日,下午5点57分,这个股市呢,已经收盘了,今天呢,还是按照预计的方向发展了,三大股指呢,都是收跌的,道指下跌69.26点,跌幅0.20%,标普500下跌6.03点,跌幅0.13%,纳指下跌87.7点,跌幅0.57%, 罗素中小盘下跌1.09%,所以基本上都是毫无抵抗的,就是下跌了,中间的话呢,早晨还有一个跳水的这个现象,后来多方呢,稍微争夺,收市的话呢,也是以收跌为主的,基本上平开,然后收跌了,平开滴走,然后又向上走,收跌,是这么一种情况。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,这种情况实际上一个,从技术人们要增并器的话呢,实际目前是处于这个历史高位了,都在这个下,而且各个,就是指标线的话,KDJ啦,这些指标线的话呢,也是出现这个下跌的行情了。 再一个的话呢,从消息面来看的话呢,好多这个,目前呢,好多这个持仓的,重仓的这些人,不要装家吧,咱们就说是,都在进行这个甩卖。 所以它下跌是这个情理之中啊,意料之中的也是。 我们看一下今天呢,这个黄金的话呢,也是走低的。 为什么金价会有这个走低呢?这个上周呢,黄金价格受到就业数据的这个提振。 所以令人失望的美国就业数据呢,引发了市场关于美联储推迟减码,减码的这个购债的,缩减购债的这种猜想了。 但是上周的就业报告呢,悄悄地帮助了黄金,不过呢,减码无论如何总是要回来的。 这也是为什么金价呢,受困于区间之中了,所以它这个总是在这个区间当中进行上下的这种窄幅的这种震荡了。 今天油价是上涨的,因为这个ADA过后之后呢,经济,美国供应呢,是迟缓的,所以它这个油价呢,还是有所提升的。 产量呢,美国的这个美国原油的产量是慢慢地恢复的。 墨西哥湾的海上呢,是有产出的,人员有77%左右呢,尚未恢复。 所以这是为什么油价这个上升的原因了。 然后今天的话呢,主要是这个美联储的这卡普拉呢,这个做了几些谈话。 他认为呢,9月份美联储会议前呢,经济前景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,将支持呢,在10月开始缩减购债规模。 所以他一提这个Taper,一说这个缩减购债呢,这个股市呢,也就跟着往下跌一跌哈,都是这种情况。 而且预计呢,未来的就业增长呢,将放缓,经济发展呢,也是放缓的。 所以这是整体它的这个,呃,就是啊,一个,一个观点吧。 然后劳动力比整体失业率显得呢,更要紧张了。 担心呢,资产购买导致房价过热,租金呢,可能会提高。 这也是他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担心的问题了。 所以这是整个的今天的这个大事件就是这样子的。 然后今天还公布了一个这个Jobs空缺了,预计呢是104.9万,实际上呢是1093.4万,所以比预期的值呢还是要高的。 也就是说的话呢,我们还是缺人的啊,缺人但是还是这个没有什么人去工作了,还是整体还是缺人的,是这么一种情况。 而且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呢,还说美国呢,或将于10月份呢,陷入这个债务危机。 财政部长呢,珍妮特·耶伦呢,当天呢,当地时间9月8日呢,警告国会的领导人,如果白宫和国会无条件的提高债务上限,美国将在10月份拖欠国债。 耶伦表示呢,财务部可能会在下个月某个时候用完现金,联邦政府的合法借款限额也将达到上限。 耶伦数月来呢,一直敦促立法者在8月份之前呢,提高债务上限,并警告说呢,推迟提高债务限额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呢,造成无法弥足的这种损害。 所以这个美国整体这是摇摇欲坠的这么一种感觉啊,呃,也是。 所以我们说了,目前要非常小心啊,这就给我们打个针啊,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动荡的话呢,呃,就是我们小股市投资者呢,就更要小心了。 要小心他这个突然的这种大的回撤啊,或者说是下跌。 而且卡普兰还说了,他希望最最早的机会呢,开始这个缩减构战,他还是希望尽快的缩减构战。 所以整个的话,标普500的11个板块当中呢,能源板块,原材料,还有是通讯技术,分别都是收跌的,1.3%,1.0%,0.4%。 公共事业板块,日用消费品呢,分别涨了约1.8%和0.8%,然后美股行业的ETF的话呢,航空,半导体,能源,区域银行,银行业的ETF都是超跌的,都有1.5%到1%左右的这么一个跌幅了。 公共事业的话呢,是涨,消费品,科学消费品都是上涨的,微涨吧,1.8%,0.8%,0.1%的上涨,所以这是整体的这么一种情况了。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盘的情况,大盘的情况的话呢,基本上和我们预期的也是完全一致的。 我昨天就已经说了这个道指的话呢,还会继续往下跌,今天呢果然还是在下下跌的。 而今天跌到底了嘛,我可以说还是没有跌到底,后面还会接着往下跌。 今天跌了0.2%是一个微跌了,比昨天要好,而且今天出了一个这个早晨之星的这种状态啊,好像是有点触及这个下源线了,包领的这个下源线了。 所以有可能明天会有一点点的反弹。 但是考虑到什么呢,周线它实际上是刚刚出现这个死差,如果明天反弹的力度大的话还好,可能就死差变经常了。 如果反弹力度小的话呢,很有可能这一轮的话死差就是死差了,周线也死差,日线也死差,很有可能下面就要触及到这个336块钱的这个位置了。 就是DIA我说的是啊,这个位置是什么呢? 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出现一次大跌,像什么时候呢? 今年6月份,或者是去年的今年1月份,或者是去年的10月份,这些这种,或者是去年3月份,甚至这种大跌都是有可能出现的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在现在在高位了,朋友们不易入场,应该是什么呢? 赶快就是向外卖,我而且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什么呢? 就是说现在的基金的话呢,虽然就是股市呢一直在涨,但是大部分的基金经理呢都是一直在卖,所以越涨越卖越涨越卖,都是这么一种情况啊。 所以现在好多基本上基金的走势是这样子的,基金的话就代表华尔街了,他们这个可以说是最敏感的啊,就跟小狗一样,这嗅觉是最敏感的了。 所以他们基本上的话呢,我们散户如果要是跟着他们去做,一般情况下,一般情况下,除非是WSB跟我们真的是非常抗衡,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不会错的。 他们这样做的话,肯定是有他们的原因的,而他们这个分析的话呢,他们这种技术面了,或者是各个层次层面的这种分析的话呢,肯定是比我们要是高胜一筹的啊。 所以我觉得跟着他们做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,就是目前的话呢,到这个位置了,能够就是说尽快的出局的话呢,就尽快出局。 手里哪有现金,等它真的出现15%或者15以上吧,或者20%左右这个回撤的时候呢,我们再入场。 因为现在整体的股市的估值的话呢,都是偏高的了,不管是传统股也好,是成长股也好,各个就价值股了,成长股了,都是高估的,不论你看谁的PE ratio都是有点偏高的了。 而且这个高的话呢,是它目前的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没有办法支撑起来多,而且都是已经预计提现了有的是三五年,有的是十几年,二十几年的这个,就是营业能力都已经算进去了。 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小心,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吧。 然后纳值,今天的话呢,也是微跌吧,0.35%,我本来还预计它后两天会涨一涨,但看情况的话,今天出了个死差,而且周线的话呢,也是出了一个要出死差了,所以很有可能这一轮跟着就是标普500和那个,主要是今天什么大盘股的话呢,都是,都是有一些跌幅的,别管多少的这个跌幅吧,都是有跌幅的,一会我们会看一下,所以它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。 然后下面呢,是微微这个是标普500的标的了,也是跌了0.2%,今天这个死差是,肯定是昨天出了死差嘛,今天还是向下跌,今天有出现这是早晨之星,十字星的这种表现,很有可能是有止跌的这种绩效要往上走,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今天这个周线的话出了死差了,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点,让朋友们看得清楚一些,你看今天周线是出了死差了,出了死差之后的话呢,而且是考虑到它这个,一直是横排的, 或者说高位向上涨了,一直时间不短了,一直都是在这个位置,所以我觉得有很有可能这一轮的话呢,就真的往下走一走,做一个调整,跟着消息面了,或者是正好它10月份要缩减购债嘛, 9月份一般又是这个美股表现比较差的这一个月了,就是历史上平均来衡量的话,表现比较差的这么一个月,所以它做一下这个调整是很有可能的,我们也是,这么说是期待当中吧,去年10月份的话呢,也是做了一个9月份,10月份的,也是做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调整在这个位置了。 所以我们希望它出现这个位置的调整,然后我们在这个低点这个方向,比如说微微的话呢,就是考虑到200块钱左右的话呢,或者甚至更低一些,要是能再往下跌跌到189,19这个位置的话呢,我们再进行进步仓也是非常好的。 所以现在就等着它往下走一走了,然后罗素,罗素的话呢,今天也是跌了1.09%,出了一个,就是拐头了,周线是出了拐头的这种迹象了,要往下走了。 然后日线的话呢,就着昨天的这个四查又往下跌了跌,已经跌到中位线的位置了,而且呢,也没有止跌的迹象,看来的话呢,这个空头还是力量比较强大的啊。 所以我们这一轮的话呢,希望它跌到这个217可以止住,如果止不住的话呢,它这个实际上是它这个震仗区间了,止不住的话,还有可能出现一轮大的这个下跌了。 那下方212或者211能不能止住,能止住就比较好了,止不住的话,就是相当于是三底了,你看这个一个底儿,两个底儿,前面已经出现了,很有可能是W型了,往下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,就可能下大幅度的这种回撤了。 所以我们就目前等它这个幅度的大幅度的回撤,然后再入场,我们前半实际上都做了这个减仓了,我们的原则就是什么呀,它涨的时候我们减仓,它跌的时候呢,我们进行加仓,目前就是做这个震荡区间,实际上我们还是整体股市的话呢,还是向好的吧。 我们认为现在还是逢低还可以做多的,并不是做空的时机啊,因为做空美股的话,它这个怎么说呀,风险实在是太大了,美股时不时的就给你往上涨一涨,而且很是强劲的那种反弹,可以说是慢牛吧。 这个快跌,然后慢牛,很快的就涨上去了,所以这个做空美股基本上我们是不提倡的,而且做空的话呢,后期的这个很有可能的话,那个损失是非常大的,如果是美股立马反弹的话,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反弹吗? 因为你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反弹,所以不要做空,目前我们还是逢低做多,然后在这个区间,如果它是震荡走势的话呢,我们是在区间当中逢低做多,像比如说罗素了,是震荡走势了。 然后我们像标普的话和QQQO这个就是纳指的话呢,我们都是认为它一直是向好的,也是逢低做多,然后DIA的话呢,目前也认为它是在这个区间当中震荡,震荡我们也是逢低做多,是这么一种情况。 然后个股方面的话,今天这个我想说一下Tesla,Tesla的话呢,你看这个它基本上大盘都在跌,而且一会看那个,今天的话Google了,或亚马逊了,这些苹果了,Google了,苹果了,都是收跌了,苹果跌了一个点呢,1.01%, 然后亚马逊是收涨了0.46%,所以我说亚马逊和Tesla呢,目前是不错的。 Tesla今天是收涨了0.13%,所以是还是非常强势的,我认为。 为什么呢?因为Tesla的话呢,有几个消息面比较利好了,一个是Tesla的这个Model 2呢,报道是要是售价只有16万元了,16万元的话,和这也就是2万5左右的这个美金了。 可以说是价格非常的低,而且呢,这个它有什么特点的话呢,它是方向盘和油门呢,油门的踏板呢,就是完全都没有了,就实现了这个完全的这种自动驾驶了。 而且它这个就是为了这个Model 2的这个型号的话呢,去年的话它实际获得补贴是21.2亿美元了,它认为2023年呢,会推出这一型号的这种电动车了。 这个要是小型,这种小型电动车要推出来,大家想想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,最少我们家肯定会买一摊。 因为是什么呢,这个老人啦,之类的,他们不会开车啦,或者是不认识路啦,尤其中国来的这些老人啊,你给他来一个这个非常方便了,想去哪都能去了啊。 如果要是他真的自动驾驶非常那个可靠的话,是肯定会弄一摊的,然后,所以他这个Tesla的话,这个对他,对他来说这是非常利好的这么一个消息面了。 而且Tesla的话呢,他说那个,就是目前的话呢,在这个中国的销售量的话呢,也是突破新高了啊。 我那会儿是看那个消息是,看了之后又忘掉了,对,我看啊。 对,Tesla的突破新高是,嗯,那几天看的。 反正就是,总之是在中国的这个销售量呢,也是出现了这个新高了呀。 所以的话呢,对他来说,各方面消息呢,都是利好的。 虽然是在这个高位啊,有出现,日线有出现往下走的这个位置,但是它还是没有跌下来。 实际我倒是希望它跌一点,因为这样的话呢,我们还可以再进行一下这个加仓啊。 实际现在看这个周线图的话,这个整理区间的话呢,已经很久了,这个整理区间基本上是,嗯,就是已经,这个方向嘛,整理区间基本上是,这个方向呢, 这一条线啊,是它底线的是它非常强有力的去支撑了,一直都是沿着这个线,是整体向上的。 然后上方的话呢,我们在这个位置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,它就一直在做这个整理嘛。 第一,就是先是向低了,然后后来又慢慢的爬升上来。 我说过它到700之后呢,突破700之后的话,这是它这个整理线的这个上缘了。 突破之后,它就基本上,我就认为它是真的是突破了。 真突破之后的话呢,它后面会开启一个再来一个45度角的上台,这是很有可能的。 所以现在的话呢,这个,这是周线图了,它是已经突破了,而且出现了这个上台, 这是一二三三个大洋柱了嘛,然后这个是向上台,所以它很有可能下一方呢, 就是周线图会出现一个,像前方,比如说去年的10月份到今年2月份这种45度角向上的这种开口向上的大涨, 大涨是很有可能的。 所以这一轮的话,它日线图如果能下来的话呢,是最好的了。 下来之后是绝佳的这个加仓的机会啊,我认为这个加仓位点在哪呢? 就目前看的话,700块钱是可以加仓的,激进一些的,如果要是保守一些的话呢, 在665或者是600块钱,如果最低,如果你要是有性能在566到570这个位置进行加仓的话呢, 如果要是能买到啊,是非常幸运的,就是可以放心进行加仓的。 我认为它这个,出现这个的机会可能不太大了,除非是整个的这个大盘呢, 来一个这个像去年3月份那样的大跌,比如说因为,嗯, Delta病毒没有办法控制了,或者是因为一些极端事件出现吧, 政策面了,或者是美元的这个,就是缩减购债了, 这Taper什么批钱了,或者是真的考虑到加息了,什么这些情况, 大的事件出现的话,它有可能出现这种极端的下跌。 否则的话呢,我认为再建400多或者是500多的可能性, 价格的可能性不太大了。 所以,嗯,所以到这个位置的600,650或者是700块钱, 我认为都是不错加仓的位点了。 所以我长期对特斯拉呢,还是看好的。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。 然后的话呢,嗯,其他的这几个大盘股的话呢, 也是按照我们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情况了,继续持有就好了。 然后,嗯,朋友们问这个就是直觉外科啊, ISRJ,ISRJ的话呢,它主要是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这个制造商了。 它这个制造商,它不但就是卖这个机器人是一方面了。 而且它这个,比如说一些个,因为它这个机器壁是非常灵活的, 它比人手呢,又要小嘛,它几毫米只有, 人手的话进去,在一些个人手没有办法做的一些的手术地方呢, 我们都可以用到这种手术机器人。 而且它的这个,嗯,目前的话呢,可以说在这个手术界呢, 是处于一个垄断的地位了。 嗯,比如说那个前列线的手术, 这个目前的话呢,要做的话呢, 必须用它们的这个机器人了, 别人,人手是做不了的, 因为它那个,一个是防止这个神经嘛, 嗯,受损在一个的话, 它这个位置呢,比较靠后了, 所以还是需要用到这种手术机器人的。 这个的话呢, 我认为它是一个,嗯, 应该算是不错的一个这个股票吧。 一方面呢,是因为它这个护城河比较宽。 这个护城河呢,基本上要做这个技术的话呢,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。 再一方面呢,就是它这个后期的一些后续服务, 比如说这些手术器系了, 因为这个,嗯,就是手术材料的话实际是蛮贵的, 它光满了机器人不行, 因为它每,每一台手术都要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配件嘛。 再有的话呢,一些个就是,嗯, 软件的更新啦,这方面啦, 都是要配套的吧, 就有点像苹果的那个一个闭环的系统。 所以它整合的话呢, 可以说是一个缓慢增长的, 我认为它是一个成长股, 可以是缓慢增长的这么一个成长股。 而且可以看它这个周线图的话呢, 实际上也是走出了这个45度角的这么一个上升趋势啊, 是从去年3月份跌了之后就一直是这种情况。 月线图看着没有, 也是缓慢的向上往走, 是从,啊,2016年开始, 它这就开始有盈利了之后嘛, 就整个就基本上就是缓慢的向上走, 目前的话呢, 也是在一直向上, 目前它的估价的话呢, 是绝对是比较高的位置了, 但是如果要是,嗯, 美股的话整体估价一直都是处于这种历史高位的话, 用时间换空间的话呢, 所以也有可能, 就是,啊, 也有可能的话呢, 就是啊, 一直涨上去, 所以是有, 是有这种可能的, 但目前的话呢, 我认为要不要买这个股票, 我认为目前的话呢,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, 我是不会考虑的, 为什么呢, 因为它这个估值实在是太高了, 再一个, 目前的风险呢, 比较大, 整个这个系统的风险, 并不是说它这个, 它这个股票呢, 实际上是一个慢牛, 怎么说呢, 就是慢慢的成长, 就是它不会像, 就成长股那种突然的这种爆发, 因为它是一个稳定的业绩增长, 然后随着机器人的这种扩展了, 然后手术机器人的应用的推广了, 还有是各方面就是订单的增多了, 然后大家对它的比较接纳之后, 然后后续的一些业务了, 这些增长了, 这些是慢慢的增长, 业绩的增长, 它不会就是突发的有一个消息面, 或者怎么样的促使它这个股价增长, 而且目前考虑到这个技术层面的话呢, 这个日线图是要往下掉头的了, 周线图的话呢, 也是高位, 您看已经是从今年的6月份, 一直到现在三个月左右了吧, 一直是在45度角开着往上走, 所以它有可能这个周线, 而且这个WR的话是向上下摇摆, 所以很有可能是往下要做一下这个调整了, 近期估计就会有一波的调整, 这个月线图的话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, 所以我认为如果近期有一波像去年的, 就是2018年10月一直到2020年4月, 这个横盘的这种调整的话呢, 所以目前的话是有这种可能的, 这种情况的话呢, 我不建议目前立马入场, 最起码等它稍微往下走一走再说入场吧, 我认为可以考虑入场的位置的话呢, 目前的话呢, 看是1000块钱左右, 现在已经1082了, 所以1000块钱左右或者是992这个位置的话呢, 是考虑可以入场的位置, 然后看它这一轮跌的话能跌到哪吧, 然后再, 如果要是再就是稳妥一点的话呢, 1000多的话是比较保守的了, 而不是比较激进的了, 再稳妥一点的话, 我认为936或者甚至是783这个位置, 700、800这个位置的话呢, 是比较稳妥的这个入场的位置, 我觉得它是肯定是会进行回调的, 这种股票的话呢, 怎么说呢, 长期持有是可以长期持有的, 基本上它就和一些个大盘股类似吧, 很稳健的这么一个公司, 是值得长期持有的, 但是要想让它暴涨暴跌的可能性呢, 也不太大, 所以这就是我个人对这个股票的这么一个观点了, 当然有不同意见的朋友的话呢, 也可以跟我们随时分享了, 好了, 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, 欢迎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, 点击订阅, 留言分享, 转发我们的频道,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, 咱们下次再见,